大家好,我是小凯 上几个当中我们讲了如何去填充两根曲线之间的区间 然后这节课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如何直接在图形上画一个填充好的形状 比如说我们可以画一个填充好的圆形 可以画一个填充好的一个长方形 也可以画一个多边形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比如说像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画这四个图形 这四种图形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如何画类似于这样的图形 首先要画这个图形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新的类 就是patches patches呢,你可以理解为补丁啊 或者图形啊什么都可以 它就是代表这一类我们可以看到很形象啊 就是相当于在这个图形上打各种各样的补丁 好,我们先导入这个库 导入这个库了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先生成一个图 好,然后呢 我们先画第一个先画第一个这个圆形 然后呢 我们首先给它一个坐标 把它画在哪个位置 这个圆形的它的中心的坐标呢 就是在0.2 0.2 好,然后我们现在生成一个圆形 生成一个圆形对象 我们用这个Circle Circle函数 生成一个圆形的对象 然后它的第一个参数呢 第一个参数就是它的位置 对于圆形来讲 它的位置呢 就是它的圆形的位置 所以说XYE 这个XYE就是我们生成的一个坐标对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它的半径 它的半径 半径在这里面 我把它设为0.1 好,我们现在是生成了这样一个对象 但是我们还没有把这个对象 放到这个图边上去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到一个 add patch 这个X是我们之前生成的一个坐标准对象 然后我们通过add patch方法呢 就把这个Circle放到这个图形上面去了 好,现在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生成图形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圆形呢 它并不是一个显示出来 并不是一个纯正圆形啊 它是有点代表椭圆的 为什么呢 这其实在我们以前的课程中讲到过 它不是因为它不是圆形 而是因为它的X和Y轴的 它那个坐标的长度比例不对 不正确 所以说我们在后面再需要加上一个 加上一句代码 把这个比例给调对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圆形 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半径呢 也是0.1 当然我们可以加上一个grade 我们把瓦格也加上去 这样的话会更好看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画出来的圆形 它的半径呢是0.1 我们可以稍微调一下 把它再调成0.05 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半径呢 就是一个0.05 好,我们现在再画第二个图形 第二个图形呢就是这个长方形 这个长方形呢其实也一样 它有一个rectangle的一个函数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坐标XY2 我们先生成一个XY2 0.2到0.8 需要注意的是它的坐标代表的并不是它的中心的位置 而是它的左下角这个点的位置 左下角这个点的位置 然后我们在它的第一个参数 它的第一个参数就是它的 它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宽 它的宽 所以在这里一个地方它是0.2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就是它的高 0.1 好,然后给它一个颜色 红色 好,我们运行一下 哦,不对 我们要把这个图形加上去 好,运行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就生成了一个长方形 一个长方形 好,我们现在再来做第三个图形 这个多边形 这个多边形呢 也是一样 regular polygen 我生成一个xy3 它的位置是0.8 还有0.2 它的第一个参数就是说它有多少条边 多少条边在这个里面它是五边形 所以说我用五条边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就是它的半径的长度 也就是它的圆心到这个顶点这个长度 在这个地方我把它设为0.1 然后颜色设为绿色 然后再把它加上去 好,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画出来的一个五边形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画成六边形 这是可以看到这个变形成六边形 当然我们也学过当这个多边形的边 趋近于无穷的时候 它会非常类似于一个圆 我们把它调成一千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它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像一个圆 因为它现在现在是一个一千的一千边的一个形状 好,我们仍然把它调回去 调到五边形 好,现在我们再来画第最后一个图形 就是这个椭圆 椭圆的第一个参数也是它的圆心 Y4 0.8 0.8 然后它的第二个参数 椭圆跟圆不一样的是它的参数都是代表它的 直径 一个是长直径 一个是短直径 所以这个地方是0.4 然后第二个是0.2 黄色 好,再把它加上去 好,我们运行一下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地方 它的半径是0.2 它的长半径是0.2 它短半径是0.1 然后对应的它的直径呢 就是0.4和0.2 这个地方是跟圆形不太一样的 圆形呢 它直接就是半径 但是在对椭圆来讲 它是它的直径 好,今天呢 我们就是先画了这四种图形 但是实际上在Metplotlib里面的它是有很多种图形都是可以用的 都是可以用的 如果说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它们的patch的一个 一个文档 它有专门的有一个Metplotlib patches的文档 然后里面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形状 就包括还有这种箭头啊 这种还有那种圆角的长方形啊等等 各种各样的形状 像类似这种形状 它都都有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 好,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说因为形状嘛 大家也不是很常用 大家只要把我们讲的重新实际一遍就可以了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